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中国国务院乔办主办 加拿大华人同乡会联合总会承办的 中医文化与养生之道名家讲坛活动 7月29日在多伦多隆重举行 600多位华侨华人历临现场 与来自中国的两名中医名家交流互动 共募中医文化 当天举行的活动是中国国乔办 文化中国名家讲坛品牌活动的一个缩影 因为近些年来 海外乔包对文化的精神需求 一直越来越强烈了 然后为了满足他们这方面的需求 也同时为了把中国优秀的文化 就是推向世界 把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我们国务院乔办就在打造了文化中国这一个品牌 在这个品牌之下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四海同春名家讲坛还有中华医学中华美食等等 中医讲座邀请来自中国的两位中医领域重量级人物 主讲嘉宾之一的杨金生 是中国中医药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中国针灸学会秘书长 因为各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 认知不一样 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宣传 我们要充分利用华人华侨 让他们能传递的周围的朋友 把中华文化传播下去 杨金生当晚讲座主题为 中医药文化与养生之道 他从中医文化讲起 阐述中医药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阴阳五行的动态观 和三阴制宜的辩证观 进而生发至养生之道 如何不得颈椎病 跟我一块儿学做一个八步操 你学会了 今天学会 今天脖子舒服 今天做 永远不会得颈椎病 想不想学 想 陈凯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中国针灸学会 数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当晚讲座中 陈凯讲述了中医穴位养生治疗方法 尤其讲解了劳工穴 用全穴 集全穴等重点穴位的治病养生方法 现场听众跟随陈凯讲述 临摹学习 掌握自我养生诀窍 现场气氛热烈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多伦多 给大家传播一些健康的知识 通过我们的这些工作 我们发现我们海外的华人 对健康的中医的这种养生保健的知识 方法特别的需求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我们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 怎么样能甄别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科学的一些保健的方法 那么首先我教给大家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你看是谁来传播这样的方式 因为这种方法最好是由专业的中医的医生 而且这样的专业的医生呢 也有科普的经验 他来传播这样的方法呢 既可以实用方便有效 同时呢也是比较科学的保健的方法 有 好 放射到哪个位置 放射到手心了 放射到手心 听到了吗 手心是什么穴位 劳工 劳工是什么 心 所以这个学位是不是也致心啊 对不对 这是致心的学位 两位专家表示 国务院侨办主办这个活动的目的 是传播中医药文化 传播中医药养生保健的方法 让民众正确认识中医药 科学使用中医药 让中医药 针灸为老百姓的养生保健提供多一个选择 这是CC News记者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